在云端白板里面 那其实六都这个我本来是抓是ok 但他现在已经把它关掉了,不没关系啦 他这个其实概念也差不多 一定是大瓜糊,然后我们要抓的资料在data 所以其实 等于是可以把那个 这个什么 他那个范本抓过来,只是网址改一下 然后这个key的部分改一下 那资料一样就可以把资料抓过来 那其实一样可以把它转成csv啦 那转成csv之后 像 比较快的方法,你当然用python一样可以去画这个图啦 只是说 在python里面画这个图,相对起来还是真的颇复复杂的 后面有些东西比较进阶 可能我们 这个地方没有时间讲到 所以如果你想要 在esale里面也许你用枢纽分析表 那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103年到110年 不过110年他好像到9月而已 他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六都里面我是抓 因为总共6个啦,我抓3个 就是头跟尾,然后也许抓那个 高雄跟新北 然后跟那个什么 跟台北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 一年里面死亡人数 就一整年里面的死亡人数 相较之下 其实台北市的死亡人数相较于高雄 跟新北还是比较少一些 人数可能 也许新北人 稍微多一点 但是为什么死亡人数相对会高 而且像以那个110年来看 从108年以后 那其实我觉得 可能在 因为台北市 慢慢看到有一些人行道空间 还有另外自行车道建立 我觉得或多少 其实对于那个死亡 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应该我觉得 或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减少 所以看了 还有现在有推那个 就是斑马向要 里浪行人的这部分 其实或多或少 对于那个交通 这个死亡案件应该是会有一些 帮助啦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台北市109年大概61个死亡 110年到9月54个 可是相较高雄的话 去年 就200个了 相较之下已经超过三倍 然后新北却是台北的 两倍 其实人口没有两倍啦 可是 死亡人数却多 这么多 原因何在 我自己感觉啦 应该是不是跟那个 人行空间 这个行人的路权 有没有被 被保障 还有像自行车 像我觉得在台北市 现在有三恒三重 的自行车道 其实骑起来 相对还是比较安全啦 尤其是骑U-buy 我觉得其实还蛮OK的 那 再来的话呢 其他还像投资理财 这边骑蛮多 请各位自行再找一下 在开放资料里面的投资理财 它那个类别 然后 如果你按照 什么呢 浏览次数来看 最多的好像就 其中的话呢 比较多 像什么 劳保 这个 基金这个 有没有 历年 收益率 高低啦 如果我想知道 比如我钱放 劳保 然后呢 每一年到底 获利是多还是少 其实他这边也有公布啦 当然我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抓下来 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然后呢 再 再怎么样 再把它做分析 所以基本上抓是 一样用Import Request 然后呢 因为里面的资料 比如说这个 这个资料 假设抓json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 它的格式 他把它下载下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中瓜糊 所以是一个串列 然后里面的话就放 字典 所以这个字典 当然一样啦 你可以把这个Ctrl A C 然后贴到哪一个 贴到这边 把它贴 这个Delete掉 然后把它贴上 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 就是Format 格式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外面是一个 中瓜糊 那一定要用List去接 然后中瓜糊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的什么 一个一个的字典 那我们要抓到这个字典里面的 这个什么啦 字典里面的那个 Value 前面是Key 后面是Value 所以呢我只要把这个Value 给全部抓回来 那你会发现这个资料 它一定是一笔里面的话 总共这个都 你可以把它Key当成栏位名称 总共有三个栏位 然后呢里面放第1个资料是这个 哪一年 2021年的9月 然后呢 这个月份的收益率是多少 那公告日期 其实公告日期好像不是很重要 主要我们是拿这两 这两个资料吧 那是8月份的 获益率多少 其实获益率好像看起来还算OK 都在5%以上 好 这个比较少 这1%而已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假设我要把 这个资料抓下来之后 然后 做什么呢 做 一样的动作 把它存csb 然后画图表的话 其实道理 差不多 不过这个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先把这个资料先 假设我 我不要全部贴好了 我就假设 先run 这边好了 比如说我要抓 抓这个资料 那 你会发现 我们一样用那个 get的方式 把资料get回来 但是 这边会有一个地方 就是 它这个资料好像会 有一个就是说 保护机制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这样直接抓的话 它会出现 一个错误讯息 什么样的错误讯息 我以后我这边 把它先 这个先注解好了 那 我们 这边的话 把它print 比如说我要抓这个list 这个串列 OK 然后把它放大 Ctrl加 那你会慢慢执行 它这边的话呢 会出现一个警告错误 什么要警告错误 就是说 你的那个 这个资料 一定要验证 所以呢 如果你假设这个资料要验证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出现这个讯息 keyword在这里 这个验证的话呢 那你可以把这个验证的 参数加上去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逗点 加上一个参数 参数实际上 这边有没有一个参数 是验证的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自己 在这个地方加一个 参数名称的话 就是这个 然后呢 等于 不要警告的话 你就等于什么 等于0就可以 0就是false 或者你打一个false也可以 这样的话呢 特别重要 如果你加了 这个参数的话 OK 如果看到这个警告讯息的话 你就加这个参数 执行的话 他才可以把资料给抓下来 否则的话 无法抓这个资料 那一样的方式 我们把这个串列抓下来之后 那一样就是把这个串列里面的每一个 所以呢 我们一样就是把它里面每一个 所以用for each for each 里面的每一个字典 所以for each 这个 Dict in 这个串列 那因为这个串列里面 有很多 很多个字典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把它取出来 也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像这个地方 一个一个 他里面 这个串列 里面有一个一个的字典 那我要把这个字典取出来 但是我要取不是取两个都要 我要取什么 取右边的value 所以呢 我再用value 取得第1个第2个第3个 最后当然我可以把它存档 所以 这个地方一样 把这个就可以注解掉了 我不用全部 然后我就把它一个抓 然后我要取它的value里面的东西 然后把它放在list2里面 所以你把它print了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就变成像这样 一个一个串列 第1个资料 第2个资料 第3个资料 第1个第2个第3个 最后当然我可以把它再存档 所以 第一步 所以一样 我们 import 其实 第一步就是说用request 把那个网址里面的资料 再配合jsonloss 抓到 这个串列 第1步 第2步呢 把这个串列里面所有的字典 通通抓回来 但是我只要 右边的东西 所以第2步 抓那个list2 第3步的话 就存档 存档的话 第1步 跟刚刚一样嘛 上面先建一个什么 S 给它的栏位名称 因为总共有三个栏位 然后加换行 好像跟刚 步骤都几乎一样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把这个 有没有 后面的话呢 就是在S 等于S自己本身 再串接什么 串接总共有几个栏位 我们就几个刮弧 中间加豆点 我就可以把它存成csv 然后后面加一个反斜线N 然后一样嘛 点format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只要你掌握药权 然后步骤都一样 最后我是建议啦 如果比较好处理 那就存成csv吧 然后 资料的话 那就是list 2里面的第1个资料 那就0 第2个资料的话 就1 所以 可以把这个 复制过来 来改比较快 这边改成1 然后再来就是 第3个资料 就是一个 两个三个 然后分别放在 一个两个三个 然后换行 然后就 一个两个三个 一直全部把它 串在这个S里面 所以呢 我们一样 最后串完之后把它print 如果print出来的那个S 就是我们要的 那个 csv的话 就长这样 就是 一个 它的栏位名称 然后 再来就是说 一个 逗点 两个 逗点 三个 那这样OK 直到最后 把这个存起来 存的方式的话呢 那一样嘛 跟刚刚一样 我就 总共在三行 所以如果你假设忘记 你也可以拿这个云端上面 的这个 把它Ctrl C 然后呢 有没有 Open一个档 叫 劳退收益率 点csv 到点w 然后把S write到这个档案里面去 然后把它close掉 这样的话呢 我们 就会有一个 劳退收益率 点csv的档案了 OK 你会发现 存出去了嘛 那最后的话 我们到我们根目屋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劳退收益率 点两下 打开之后就有了 有没有那这三栏 就是你哪一年 收益率多少 然后公告 当然如果你今天要用枢纽分析表 你就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哪一年 公告日期收益率 那你可以哪一年的收益率多少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收益率把它做个加总 然后呢分别 把它再绘制 如果你假设要绘制 类似我们这个图表的话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那个收益率变列 然后呢 收益率 这个收益率放在列里面 这个先把它移掉 然后呢 再来就是哪一年 把它做 收益率放这里 然后 按照年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把 把这个资料 好像会自动 帮你切开来 然后最后收益率 然后分别再去做统计 你可以再 从这个资料 先把它抓下来 那你可以很快的 再利用 Excel里面的枢纽分析表 可以帮我们把这个资料 快速统计出来 三个资料 OK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这个资料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 第21页的地方 其他呢 底下这边有讲 这关闭那个 错误讯息就可以 这边有个 一般是SS SSL 这个等于是 它会需要 网路验证 把它关闭就可以了 其他还有像那个什么 其他案例比如说像那个 国内的主要经济指标 这边其实也有一个连结 这个其实也可以拿来练习 请各位试试看 一样有Json 画面再先还给各位